国会下议院复会第一天上演重头戏 睽違国会四年的公正党候认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 终于以人民代仪式身份宣誓就职 强势回归的安华强调 他乐于当辅助者 并且无意入阁当官 无关一身轻的他 首要任务是推动西蒙实现竞选承诺 今天是国会下议院复会的第一天 而今天的第一项国会议程备受关注 时隔四年 公正党实权领袖 兼波德森国会议员督斯里安华 再度回到国会 今早十点他就身穿了一身黑色马来服 宣誓就职 在场的议员是以敲桌和欢呼的方式 来欢迎安华的回归 宣誓完毕后 国会下议院议长莫哈默阿里夫也 恭贺安华就职 这次以后座议员身份重返国会的安华 被安排和一众资深国会议员同牌 隔壁是伊斯坦达公主城区国会议员林吉祥 和统领沙巴的新本纳区国会议员 纳都斯里沙菲伊阿达 他的女儿巴东普区国会议员 鲁鲁伊沙就坐在他的身后 人员极佳的安华获得各路人马的祝贺 你现在是愉快吗 当然我愉快 他从同一席同一席 我感到喜欢他 他已经摆了 我有很多朋友在座议院 现在是一种感情混乱 不然之外 不然之外 我没关系 安华随后召开记者会强调 他目前无意在内阁当官 也不会担任后座议员理事会主席 或公正党国会党编 他只要当个辅助者 全面协助敦马政府落实竞选宣言 尤其是和资深议员一起改革国会 没有 我不认为这种问题 我非常关心 让他有 我再重复一下 空间和长度 继续 不影响 时间和压力 这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选择 由于经济现实层面和全球趋势 安华表明 一些竞选宣言需要重新检讨 研究可行性 但打击贪污滥权的宣言 必定落实 八度空间 邓颖会 国会大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